我是林语,也是何家荣 2788级 西城 徐之源的眼中陡然间生腾起了一丝兴奋的光芒 他急声说道 那,那出现副作用之后的致死率大概有多 百分之百 未等徐之源把话说完呢 林语便斩钉截铁地回答 在如此激进的基因药物作用之下 不出现副作用也就罢了 一旦出现副作用 致死率将会是百分之百 好,好,太好了 徐之源激动地握住了自己的拳头 他兴奋异常 眼珠左右转动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接着他再次抓起了林语的手 郑重说道 曲尾神色一动 急忙说道 何会长 您敢对自己这番判断负责吗 如果您敢 那我们就跟他们反手一搏 徐秘书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莫非您想将何会长这个判断通报全球 这,这不合适吧 当然不是 那您到底是要干什么 曲尾和寇长君满脸的疑惑 是啊,徐秘书 您有什么打算呢 林语满脸狐疑 也不清楚徐之源这么严肃地跟他谈这个为什么 按照道理来说 不管是哪种基因药物出现副作用的概率都很高 都是他们私底下讨论的一些显化 为何会如此上纲上欠让他负责呢 我的打算当然是救更多的人 徐之源神色一领 置地有声地说道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世界医疗工会 这种基因药物必然会出现副作用 那我们自然要劝阻那些转头 去求救世界医疗工会的国家 尽可能地让他们的国家的病患 避免惨死在基因药物之下 让更多的国家选择相信我们华夏的中医 让他们继续接受我们中医的质量 听到徐之源这话 寇长军、曲伟、林宇三人 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寇长军是想用林宇这个判断 去劝阻那些昨天 刚跟他们中医协会求救 今天又转头去求救世界医疗工会的国家 虽然徐之源真实的出发点 并不是他们所谓的救更多的人 但是如此一来 确实可以让更多的人免于惨死 曲伟宁生说道 但您要是以基因药物为由 劝告其他国家 人家能信吗 毕竟这只是我们的猜测而已 压根没有真凭实据 再说了 如此一来会不会对 对何会长造成什么不利的影响 没事 我不暴露何会长的身份就是 徐之源急切说道 我也会告诉他们 基因药物只是我们的猜想 至于信不信 那只能由他们自己去判断了 好 我认为可以 就直接说 是我 猜测的也无妨 只要能够让更多的人免于进药物之下 那就算我何家荣被千夫所指 那也是值得的 跟徐之源的出发点不一样 林宇真正是医者人心 真正希望能够少死几个人 好 那这样的话 我立马就去联系这些国家 徐之源满脸兴奋地点点头 随后快速地离开了 十多分钟之后 他便带领着秦翰等人 给各国领导打起了电话 告知跟世界医疗工会求助 很有可能存在风险性 果然 如他们事先所料的那般 他们当真是热脸贴了冷屁股 很多国家并不相信 甚至一些与美国结盟的西方国家 嗤之以鼻出言讽刺 认为徐之源是为了给世界中医协会 在国际上塑造名声 所以故意在抹黑世界医疗工会 手段卑鄙下作 无耻至极 徐之源强忍着心头怒火 苦口婆心地劝阻起来 但是这些西方国家 直接挂断了电话 活该 活该你们被世界医疗工会坑汗 徐之源气得浑身直抖 到时候你们就等着哭吧 不过他还是调整了情绪 继续给其他国家打电话 好在这一番忙活下来 虽然没有劝回几个 跟世界医疗工会求助的国际 但是 起码稳定住了 那些和华夏交好的 事先求助中医协会的国家 随后徐之源快速返回 与林雨 曲伟 寇长军三人会合 曲伟急忙问道 徐秘书 情况如何 劝回了多少国家 没劝回几个 徐之源无奈叹口气 他们一听说世界医疗工会那边 治愈更快 还是坚持去那边呢 不过好在稳住了 跟我们求救的这十多个国家 他们选择继续在我们这里治疗 哼 真是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寇长军冷笑一声 既然他们非要去送死 那就由着他们好了 何会长 如果基因药物会产生副作用的话 大概多长时间才能够显现出来 曲伟略一迟疑 好奇地冲你语问 通常来讲 基因药物的副作用 在注射之后 显现的会很快 不过 现在这种超强制品军的作用之下 副作用出现的时间 可能会变得异常起来 有可能几个小时 也有可能是几天 暂时难以推定 好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寇长军眼神一寒冷冷说道 但愿一切最终都能如我们所料吧 徐之源的神色也是一灵 满脸的感慨 我华夏终以百年兴率 或许就在今朝了 另外一边 世界医疗工会已经按照洛根的吩咐 对求助各国以及本国副总统 李森在内的所有重症患者 开展了基因药物的注射 一切顺利无比 直到药物注射完毕几个小时 都没有这些病人出现任何的意外 并且不管是重症病人 还是轻症病人 都出现了明显的好转 此时距离三名作为实验对象 注射基因药物的重症病人 注射完毕 已经过去了二十个小时 他们三人情况稳定 并且身体好转的速度不断加快 伍兹一直守在病房门外 足足等了二十四小时之后 他忐忑不安的心 这才彻底踏实下来 已经超过二十四个小时了 看来绝对不会出现任何副作用了 伍兹满脸兴奋地冲温迪等人说道 基因之父 果然名不虚传 他此时对曼森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早就说过 你就是瞎担心 就在这时 洛根快步走了过来 兴冲冲地说 你应该完全相信 曼森先生的能力 是 是我一开始多虑了 现在我算是彻底放心了 我把各国病人好转的消息 传回他们国家之后 受到了各国外交部门的一致称赞 而且为我们的国家发展 提供了非常大的助力 很多以前 我们跟各国谈不下来的合作项目 也因为我们这次治疗 卓有成效 而顺利谈成了 那真是太好了 伍兹也是高兴地放声大笑 这次 看似是一个小小的致病军传播事故 但实际上 却改变了很多国际大事 让他们 米国在国际上的名声和实力 进一步提升 彻底地巩固了 他们超级大国的地位 既然他们 世界医疗工会 这次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 那么随之而来的财富和嘉奖 自然少不了 一想到这一点 伍兹笑得更加张狂了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